感觉不到他爱我 你们懂吗 因为如果换为思考 我是一个男孩子 我把一个女生伤成这样的时候 我会走得远远的 我会祝他幸福 我会看到 有更优秀的男孩子 追他的时候 我想的是 我要让他幸福 如果别人能给他 更好的生活 能给他更好的感情 我会放手 而不是 而不是发现我身边 有男生 就第一个出现 然后来给我搅 搅 给他搅浑了 家人们你们能理解 我说的意思吗 能理解的扣个1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他是爱我的 有时候我再反观一下 我的爱 如果我爱一个人 我会怎么做 我发现 他可能不爱我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的话 可能不是战友 而是希望他过得比你幸福 而他跟我在一起 他希望的是 我能让他幸福 对不对 我们两个的关系 一直都是 我希望他跟我在一起之后 过得更幸福 而他的希望 他跟我在一起的希望 也是因为有了我 他能过得更幸福 永远爱你 是怎么说我 没有 没有 在一起 谁能 又想你 想我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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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明白的时候 其实最伤到的是自己 家人们 其实我 其实我希望我 一辈子都不要明白这些道理 但是当真的有人给我上这一课的时候 还是挺接受不了的 他没有回去 但是我没有见他 叔叔阿姨们 因为我这两天 他来那天下午就开始发售 别老体发言 到今天 他刚退烧 我这两天都在家 但是我说了你们肯定会骂我 我还是让别人去给他买了两套衣服 可能是对他好的一种惯性吧 我知道你们肯定又要说我 可是我觉得 心里面还是有一点怜悯在 别生气了 有啥好生气的 我不见他呀 我见他干啥呢 这两天我哥一直在劝他 一直在劝他 让他回去吧 发展什么快 我俩一点事没有 对 也有可能是他自己无路可走了 然后也有可能是他觉得我可能 真的心里面就没有他了 然后也要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了 他在我这儿可能马上就没有存在感了 你们说对不对 我猜测啊 我猜测啊 我猜测是这样子的 家人们经历这个事情之后 我短期不会考虑感情的事情 大家也不要拿小峰跟大宝做对比 因为 经历了大宝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很难 再去相信一个异性 对我的好 然后跟我 说的 做的 我都不太敢相信了 我现在 可能是自己的问题 我总觉得身边的人 都是带着点什么目的的 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可能要缓一阵子这样子 有住的有吃的还不会走的 因为我这两天不舒服 然后我没有 我没有 问我哥大宝的事情 但是我跟我哥强调了 我说我就是 你一定要跟他说好 就让他该走走 然后以后不要互相打扰了 再退一万步说 家人们只要他愿意走 之前什么小鸟的那些钱啊 化妆品店那些钱 你缓个三年两年的还 或者你真的还不了 就不还了 你只要 就是我让我哥说的意思是 你只要远离我妹 就算了 这些事都算了 家人们你们说行不行 我不想跟他扯的太累了 真的 这些事情我不想见他 我真的不想见他 你说你说可不可笑 家人们 现在是他们欠着我的米 他们欠着我的米 我过这个十一 我没催着他们还钱 结果欠钱的人自己跑来我这来了 哎呦我真的是我都看不懂了 我都看不懂这大宝是干啥的 正常来说你不得躲着我吗 没有你们放心 只不见得出来你们放心 我现在脑子清楚的 我咋可能跟他在一块 他跟小慧 我 我本来确实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还想要我的米啊 嗯 嗯 我不会给了家人们 你们觉得我还会给他吗 我们俩都这样了 他还想从我这拿米呢 我咋会给他呢 你们 你们这么不放心我 我现在肯定不会给呀 对不对 你来了这样我哥给你订个酒店是吧 确实河南很冷家人 好我给你买件衣服 是吧 花个千二八百的心 你其他的你想啥呢 咋可能给他花钱呢 我的天哪 不可能给他花钱 一毛钱都不可能 不给他吃住看他能待多久 嗯 那我就跟我哥说 明天再跟他好好聊一聊 让他走 如果他不走 那我们房间也不给你续住了 然后 机票也不给你订了 你在这儿给爱打地打地吧 然后我明天我也不在家里面住了 他想来敲门 他就敲门 我也不在家住了 哎我真的是服了 人家都是 人家都是怕 怕人上门讨债 我一个 我一个他欠我钱的人 我竟然躲着他 我真是服了 家人们 他是赖上我了吗 我真的是服了 他欠我的钱 我还得搬走 躲着他 哪有这样子的 那我就赶紧走 如果他赖上我了 我就赶快走 家人们 我这两天是发烧了 等我发烧好了 我就赶快离开河南 我赶快走 离他远一点好不好 我一走他就找不到我了 我本来这两天就想走的 结果 结果这个拔牙 就是弄的走不了了 等过几天 然后我回广州就好了 嗯 不要在家呆 好走 那我就不说我在哪呗 嗯 我也不跟你们说我去哪 反正我过两天 我身体一好我就走 嗯 那就让他在这待着吧 他愿意待他就待吧 反正我走呗 嗯 对我也可以祝我爸爸家呀 算了我还是离开家宝 我还是离开河南吧 刚好我也没啥事了 我该回去工作了 嗯 过两天我就走 对不能在直播间说去哪儿 还想在我身上捞一股 人家说的可好听 我不要钱 我啥都不要 我就要你 哼 又来骗我这个恋爱脑了 是不是 这就是在骗我这个恋爱脑 我没钱 我马上把我的钱都花过 我就没钱了 我看他们还咋骗我的钱 嗯 他知道我啥 哎呦家人们你们放心 我跟你说啊 我这个人还是有点脑子的 我身上吧也就点零花钱 知道不 他也在我身上没骗到什么特别大的 就是我身上也就是零花钱 大额的你们都知道 我都是给我妈妈保管呢 对吧 但是对于我来说是撒瓜俩枣 但是对于他来说 已经确实也不少了 确实也不少了 以后我 以后我我还是这个 还是超过这个 超过六位数的全部都给我妈妈吧 对不对 我手里面以后就 就就留一点零花钱 就得了 还好我有这个习惯 是不是阿姨呢 你们都知道我这个人很孝顺 你知道吧 就是我的收入我都是给我妈妈 大额的我基本上都是给我妈妈 我自己吧就是 那个就是留点零花钱 但是对于大宝来说 确实也不少了 你看他在我身上和了和了 这三四个月的也不少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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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